3月16日,中国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实验,并招募志愿者108名 志愿者接种后需要在指定地点隔离观察14天 从3月31日起,陆续由志愿者结束隔离回家 今年36岁的人超是中等纪量组第一批接种者 清明节前夕,他解除隔离,回到家中 我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感觉 人超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 3月17日,他在跑友群里看到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报了名 看到很多原恶的医疗队 你说小姑娘多爱美的 然后为了过来方便工作 然后把长头发剪了 自己本身又是一名退伍战士 我又是个党员 疫苗的志愿者招募刚好又在武汉 然后怎么说呢 我自认为我满足他的所有条件 我不上谁上的,对不对 这次新冠肺炎的爆发让不少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人超坦言,在接种疫苗前 自己确实比较紧张,也有一些顾虑 但在打上针的那一刻,心里反而变得很平静 一些人说他们是英雄 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是英雄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英雄 然后我觉得我是,对于我而言我是非常荣幸 我能有幸能够怎么说呢 参与到中国这个新型冠状疫苗的这个项目 能够很荣幸的能够成为这个志愿者 全国这么多人来救我们来帮我们 就感觉自己像牵了一个天大的人情一样 怎么说呢 有个机会能够做点什么 然后也能回馈给大家嘛 谈及未来 任超表示会继续配合研究团队 完成好志愿者的工作 马上自己也将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这场疫情也让任超意识到自己的改变 他笑道,用跑步来举例 如果说以前享受的是跑步时的超越领先的快感 那么现在更看重的是跟朋友一起跑的过程 现在他意识到更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 当我原来可以随时随地去东湖绿道跑步的时候 我不觉得这是幸福 这是我生活中间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当我可以很便利的就去超市买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很平常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你只有经历过疫情以后 你才会明白 其实原来你所为拥有的这些非常平常 对你来说甚至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东西 其实他就这种幸福